今天呢我要给我面前的这几盆勤叶木丹加点土 像这种草本鲜花的话 它是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像我们一般买回家之后呢 就是比较难把握这些温度 那这些条件呢 咱们是家里边是不好把握的 所以说你看这是昨天我才去买的一颗 然后到今天的话就已经腌了 所以说呢我们要给它加点土 这样的话浇上水之后呢 就能够更有力的去保存它的水分 从而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好了那下面的话就来看看这个过程吧 那首先呢要把往这个盆里头啊 填点东西 家里有沙网的可以放上沙网哈 然后我这就有点花生皮 填点花生皮为了不让它 为了不让它漏土哈 再一个呢就是透水性能好一点 我把这个眼给它堵上 然后这边呢我们再把花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然后往里头给它加土 把缝隙都填满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透一透 让它把这个土给它一定要填实了 不要有缝隙 好 好了 给它加水啊 看这可都蔫了 把它浇透它就可以了 这得浇好几次 直到它透了位置 好了 那这个过程的话就已经结束了 还是挺简单的 行 那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